《氣象冷知識》 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一集《氣象冷知識》 天氣越來越熱 很多朋友已經計劃去玩水上活動 在戶外同樣玩遊戲的時候 記住要做足防曬措施 太陽放出不同能量的電磁波 有些是用眼可以看得到 例如彩虹的各種顏色 而紫外線是人類肉眼看不到的電磁波 它的波長就在可見光紫色部份之外 紫外線可以分為三種 分別是紫外線A、B和C 由於所有紫外線C被大氣層所吸收 因此到達地面的只有紫外線A和B 適量的陽光有身體製造維他命D 幫助骨落的生長 不過過量的話 紫外線就會曬傷皮膚 導致皮膚老化、產生皺紋 甚至增加患皮膚癌的機會 天文台每天都會量度和預測紫外線的強度 用紫外線指數來表示 紫外線指數分為五級 由低至極高的水平 看回統計的資料 下季的平均紫外線指數比其他季節都要高 而平均每天紫外線指數最高的時間 就是在正午十二點到一點這段時間 防曬其實不單只是女士的專利 對男士來說其實都一樣重要 香港很多時的夏天 紫外線指數都會去到極高的水平 所以大家做互愛活動的時候 一定要做足防曬的措施 戴闊邊帽、穿長袖衣 在遮陰的地方 戴太陽眼鏡都可以有效防曬 另一件不少的當然就是塗太陽油 我們常見的太陽油 就有兩個防曬係數 SPF和PA 防曬係數 SPF就是用來量度防護紫外線B的能力 簡單來說 它就是要和多久才在太陽光之下 比紫外線B曬傷是有關係的 SPF越高 防曬紫外線B的能力就會越強 有關紫外線A的防護 現在就未有一套統一的標準 在亞洲地區通常比較普遍用 就是用PA值來表示 加好越多 就代表防曬的效能就越高 我們選擇太陽油的時候 也都要選擇一些 同時對紫外線A和紫外線B 有防護效能的太陽油 曾經有朋友問過我 究竟深色的太陽眼鏡 是否防護紫外線的能力也好一點 其實就是不是的 選擇太陽眼鏡的時候 我們最重要是它鏡片過濾紫外線的功能 而它鏡片過濾紫外線的功能 就是跟它的顏色沒有關係 大家選擇太陽眼鏡的時候 最好能夠選擇一些 能夠過濾至少98%紫外線的太陽眼鏡 確保能夠有足夠的防護 如果大家想知道多些有關紫外線的資料 可以看看以下的網站 這一節的節目時間差不多 下次再見